今天我和你們分享一個狗肉的故事 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我有個屋子 很喜歡把真鮮肉或凍肉 豬牛羊都試過了 就這樣丟下去 給我狗吃的 這隻狗又吃得很滋味 又百病不侵 見過最誇張的一件事 就是 美國肉之中是分了八個級別的 最低級的 就是我們現在吃到的罐頭肉 就是叫做Canon 這個吸塑基本上是等於垃圾肉 然後做成罐頭 它就會丟給這隻狗吃 其實我想提醒大家 真的盡量盡量不要吃太便宜的肉 而且基本上罐頭製的肉 都是Canon級別的 其實基本上外國很少人吃 Hello 我是Raymond 今天我們有很多的凍肉介紹給你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是西班牙無激素的雞腿 這個是SRF極黑牛肉 這個是Prime的肉眼 它是Prime級別的西蘭 它又是吃火鍋 很多人喜歡點的Prime牛小排 它是西班牙無激素的豬排 Hello 歡迎來到我們即場Marketplace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我的朋友 是來自凍肉界的王浩信 Raymond兄 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搞這個凍肉的生意 還有有什麼正的牛扒 雞扒介紹給大家 Raymond兄 最近生意好像會不會很難搞 因為疫情底下 你看到我們拍攝呢 都要戴著口罩 疫情現在很嚴峻 他Ivan哥稱呼我為凍肉 所以今天我給不到大家看 其實都是朋友開玩笑 跟我講 當然 浩信哥英俊那麼多 差不多了 其實現在疫情關係 其實會令到生意更加好的 很老實 大家都明白政府做了什麼政策 他的政策下來之後 大家就在家裡煮飯多了 自然他買肉類凍肉那些機會多了 所以需求量就大了 但是很奇怪 例如我們這些就是三無人事 沒有什麼好像很慘 出去買飯盒多 好少買原材料花旗自己煮的 其實跟這個買飯盒 或者買一些外賣的市場裡面 凍肉是不是真的不好做 這麼多需求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市場 你始終你外賣 你很多間牌子 頭三間大家都很熟 那三間不說U字頭 F字頭 B字頭那些 那這些就是你立即想吃 立即送到你家 那這種方便 但是你吃冬肉 其實你一來就是追求你自己煮食那種樂趣 那還有你可能你兩口子 或者自己都可以 那大家情趣 有少少的 或者享受那個 Enjoy那個moment 那麼便宜的價錢 可以買到更優質的肉 就是這個是優勢 反而我看到 因為現在可能就來有冬至 準備有可能聖誕 然後可能又來新年 如果再停機的時候 你想出去和朋友 家人去聚餐都不可能 所以我相信很多如盆菜 一些take away的party food finger food 都越來越受歡迎 但是Raymond 上當年我知道 你也不是從事這一飯食物批法 你也從事過廣告 行家來的 有從事過一些地產的生意 為什麼到最後會選擇落腳做這個凍肉市場 其實凍肉這個生意 其實我是上年才開始 無緣無故發覺到的 我老實說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要煮東西吃 我自己都會買凍肉 我一向都會買凍肉 所以我就想 其實我可不可以再便宜一點 去買到一些我想吃的 好一點的肉 因為我出去一間餐廳 我可以吃的話 我可能要 四五百元 三四百元巨個扒 例如let's say 這樣 那我想買一些 又不用那麼貴 但是有優質的肉 然後我就可以不斷去問外國 運工商 香港又問一下 對比一下 究竟 為什麼外面吃這麼貴 原來買凍肉這麼便宜的 我才發覺到這件事 然後就開始 跟朋友 其實大家會不會 對這個範疇有沒有興趣 一起去 開始這個生意 但是食物入口那裡 無論你拿的貨量 你做檢測 還有食物安全認證等這方面 你那時候剛剛入行 應該都未必那麼熟 那怎樣去學習這方面的專業知識 其實又幸運是有一個貴人的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已經做了很多年 十幾年了 做了這個韓國批發的生意 那他就完全把他的東西教了我 這樣 基本上我第一層入的貨 都是他的貨 是的 而且他因為很老實 他大公司 那我不開名了 但是他入的貨 我這些叫做小公司 那都是入不了的 因為一定你都明白 要大批量 可能幾櫃 幾櫃 十幾個櫃 才入不了的 但是因為我們都認識了那十幾年了 那所以他就會 可以當作散戶給我 你是一個 當作小拆架 是的 可能Posell裡面 下面一個拆架 是的 但是剛剛開始 就是做這個 凍肉的市場 或者食品食材的市場 那一定少不免 就是要做很多Marketing 同時你都要決定 自己做B2B 還是B2C這個範疇 那你散客又會做B2C 如果你B2B裡面 會不會也都可以 很容易打入 例如酒店 一些餐廳 一些Clubhouse裡面 都問你拿火 其實這個就好看 你做這行多久的 很老實的 這個是港口碑 和信任 都是Trust的問題 那當然你的人物 都是其中一樣 但是你要打入餐廳 還有打入什麼呢 就是打入高級的酒店 那些其實真的要 日積月累的 還有你申請的牌照 都要齊全牌 因為其實大家看起來 好像很容易做 但是其實 要申請的牌照是很多的 他每一種 譬如你每一種肉 豬牛羊 又要申請 然後你海鮮 貝殼類 任何分得很細 逐張申請 逐張拿牌 逐張拿牌 明白 但是網上 其實有很多都是沒有牌的 是嗎 沒錯 我聽了一些朋友說 甚至乎早牌 大集牌 這一類的產品 很多都是無牌經營 或者根本是水貨 港貨是不能入口的 其實這麼多這些食材 因為我們作為食客 作為一個食家 都很著重品質安全 食品安全 我們作為一個食客 怎樣可以評鑑到 你的原材料是真的正的 不要用馬肉 這樣剃掉牛肉 或者我們國內有些食材 可能都是用某些東西 來剃掉了 吃得下肚是很不安全的 是 首先你要看它 究竟它有沒有 食環署申請到那些牌照 那你 因為它是公開的 你可以檢查到它的標誌 基本上它沒有寫明 基本上有好七成的機會都是沒有牌照的 因為如果你有這張牌照的話 你會很大的logo 像廣告一樣 也是 因為這個是可以分到你有牌和沒有牌照 那你要等客戶去有個trust 基本上你都會很大的logo 這樣放出來 這個就是我的牌照 基本上你見任何的 要牌照的餐廳和食材 它都會展示牌照出來 就是等於這個原理一樣 它收藏在網站後面 你可以看一下網站或者facebook 其實它一定會放的 這個也是一個規定 很棒 因為除了從牌照方面 你的食材供應方面 最重要的是什麼 各位朋友 現在這一刻做生意也好 打工也好 最重要的是什麼 收到數 可能你公司收了一顆 或者你供應貨的那個餐廳 那個酒店 或者客人 他可能自己經營 即是不到 這一年都很難捱 他收了一顆 那多不多backback的情況 或者數期競長 導致你自己知今年 cash flow也有一個問題 幸好 唐賴 基本上我和一些外國公務商 那些都是很friendly 就算我這些叫做初創 叫做這個凍肉界初創 凍肉界初創 他們都很friendly 因為他覺得我們比較有熱性 跟他真的談了很久 是的 基本上用了百官的方法 令叫他真的 對於他來說是小量貨 多了 去給香港的市民吃 或者用一個低廉價錢 因為我們都要賣低廉價錢 所以我們都要賣低廉價錢出去 令到更加多人知道動物的好處 而可以吃到優質的食材 是的 又加上這個疫情 你不知道去買什麼料的時候 你只要知道這個是正品 是的 這樣會有個信心 至少吃得安心 亦都可以吃得放心 今天很多謝有 凍肉界的王浩信 Raymond兄和大家分享 因為各位朋友 王浩信在TVV都要做很久 才可以憑著一些歌 一些劇集 慢慢闖出一片天 你看到我們凍肉界的Raymond兄 即是王浩信 不要說翻版 自己都有自己的風格 希望下次可以再邀請不同朋友 來這裡和大家分享 關於無論凍肉也好 其他做生意 打工也知識 喜歡看這條影片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按comment share like 分享出去 最重要是什麼呢 按個鐘仔 下次再見大家 拜拜 這個是SRF的黑黑牛肉 你其實可以看到它現在開始 是變得有少許紫紅色的 其實很多人在家裡都會覺得 其實我慢慢變了色會不會不好 或者紫紅色出了血水 會不會不健康 或者不好 其實是有個錯誤的理論 紫紅色的肉 比外面的鮮紅色更新鮮 其實可以安心食用 而且你看到它是經過真空包裝 放了血後 然後經過兩三個小時 就會馬上放進去凍軌 然後它就會再真空包裝 然後就會寄過來香港 其實基本上你是好 比平時放在外面 放在露天的環境 你接觸空氣的時間久了 你自然就會令到細菌多了 所以真空包裝可能會更好 你平時就這樣買些新鮮肉 Hello 這個就是很出名的大筷子 其實如果你有吃凍肉 或者吃雞 你都應該會知道 其實它就是西班牙無激素的雞鎚 當然它也會有其他種類 有雞翼 有雞粒 有雞粒 有雞塊 我們今次帶的是雞鎚 真的完全在西班牙 看到西班牙標 在西班牙空運過來 你看到它會有分埋 究竟它是甚麼 它會寫得很清楚 還有它的原產地 最佳日期 全部都有 你也可以掃上標誌 也可以看看西班牙圓 究竟它是甚麼資料 還是怎樣生產 都會很詳順 我都會推介這個 比較划算 現在左邊這個就是西欄 右邊這個是肉欄 很常見的兩塊板 但兩個都是Prime級別 其實Prime是最高級的 烹調方法其實很簡單 你煎的時候 其實我建議西班牙是煎熟一點 因為如果你煎得不是熟一點 就會比較多根 會比較難咬 通常我會煎到五成或七成 如果你喜歡吃生一點 肉眼就很好 其實煎到三成至五成 已經非常之靚仔 如果你有吃開的話 一定知道 沒有吃開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這樣做 可以吃了一些 油餅 很棒 做到 Untertitel 摩討冬 其實是為了帥